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一说起我国的西北地区 人们脑海当中往往都会浮现出 茫茫戈壁漫漫黄沙 雪风淋漓草原广阔的壮美的景观 确实那里地貌类型多样 由于距离海洋遥远 再加上山地高原地形对湿润气流的阻挡 西北地区在冬季严寒而干燥 夏季则温度较高 降水稀少 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特殊性 限制了人类迁移和分布 但却给了大自然塑造奇观的气息 在西北众多的人际罕至的地区 有着众多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景观 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当属 魔鬼城 在我国最为知名的魔鬼城有三个 一个是位于甘肃省玉门关以西 九十千米外的玉门关魔鬼城 一个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准嘎尔盆地西北边缘的 乌尔格魔鬼城 以及昌吉回族自治州东北部的 齐台县魔鬼城 这三个魔鬼城都位于我国西部地区 人们之所以用魔鬼来形容这些地方 皆因那里的地貌环境多为独特 它们有的雄伟如古堡 有的陡直似微台 有的耸立向高塔 这些岩石仿佛被魔鬼施移了法力 拔地而起 形态怪异 变化多端 忽入其中 让人不免心生畏惧 这三座魔鬼城 虽然造型不同 但却有着相似之处 首先 它们都处在渺无人烟 寸草不生的荒芜之地 其次 组成这些魔鬼城的岩体 都是胡相沉积岩 再有 我们看到的这些怪异造型 都是风的作品 属于风石作用下形成的亚丹地马 然而 就在不久前 人们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托克逊县 发现了一座新的魔鬼城 这座来历不明的怪异城堡 与其他的魔鬼城有些不同 它并不在人际罕至的荒漠戈壁上 而是位于人口密集的城市边缘 据去过那里的人们说 这座魔鬼城不仅地貌环境独特 还有许多奇异的自然现象 似乎也在印证着魔力的存在 从外观上看 托克逊魔鬼城并不是一个个单独的小山包 而是由密集凌乱的岩石组合在一起 犹如一座大山 据当地人说 这座魔鬼城是古时的一个防御攻势 在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战役后 守候在这里的士兵全军覆没 临死之际 他们发出的哀嚎与怒吼变为咒语 伴随着狂风响彻天空 从那以后 每当狂风大作 这座城堡就会传出犹如哀鸣般的诡异声响 托克逊的魔鬼城 究竟是人力所见 还是自然天成 这座神秘城堡的背后 又藏有多少些没人知的传奇往事 这片地貌环境独特的区域 又会为我们提供哪些重要的地理信息 不久前 地理中国设置组前往托克逊县进行考察 托克逊县位于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屠鲁番市西部 距离首府乌鲁木齐160千米 汽车刚一驶入托克逊县 设置组就注意到 路的两旁绿树成荫 一群群当地人坐在一起 忙碌着为杏子装箱 向导说 托克逊的杏子在新疆非常有名 杏子的成熟 意味着新疆的瓜果计拉开了序幕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 魔鬼城位于县城北部的克尔箭镇 当地人称其为盘吉尔塔格 意思是像窗子的山 据说 这是因为山上有无数大小不一的孔洞 这些孔洞 难道是这座军事建筑的独特设置吗 神秘的怪声 又是否与他们有所关联呢 设置组跟随向导一路向北 前往潘吉尔塔格 行进中记者发现 随着靠近魔鬼城 车窗外绿色的树木渐渐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漫漫戈壁 几十分钟后 向导告诉大家 潘吉尔塔格到了 记者看到 这片区域 距离托克逊县城的生活区 不过十几千米 周边环境和其他地区的魔鬼城一样 都位于毫无生机的戈壁荒滩上 另外 这座魔鬼城的外形与众不同 它不是矗立在戈壁上的 一组组土壮堆积物 而是一座由石块组成的山 山上的岩石形态多变 上面大都有一些或大或小的孔洞 这些孔洞让石块变得越发凝血 与没有植被覆盖的大环境交织在一起 让这座魔鬼的城堡在突兀之中更显出诡异 不过 由于当天无风 我们并没有听到任何奇特声响 托克逊魔鬼城究竟如何形成 正当设置组疑惑之际 记者偶然得知 一位地质专家正在附近进行科学考察 于是我们找到了这位专家 李一组 新疆156梅田地质勘探队原工程师 知名地质专家 李一组说 在我国西北地区发现的魔鬼城 大多属于风石形成的亚丹地貌 但潘吉尔塔格外形却与亚丹地貌有所不同 难道它真的是古人所建造的城堡遗址 或是天然形成的独特地貌 这种外形奇特的山体 与亚丹又是否存在着关联呢 从向导那里 考察组得知 就在潘吉尔塔格南部几千米的地方 有一片亚丹地貌 于是考察组跟随李一组前往考察 看看是否能找到一些线索 十几分钟后 一个个像土堆一样的掩体 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他们层里分明 矗立在戈壁中归然不动 专家说 这就是亚丹地貌 不过这里的堆积物 与其他地方的亚丹地貌相比 要矮小了许多 一般亚丹地貌 我们说都是封城的 在这地方特别明显 我们这儿处于一个 两个风口之间 风从哪来的呢 就是天山顶上 寒冷的空气 重了下沉 而我们的隔壁滩上受热 空气上升 循环 而这个下沉的空气 走到峡谷中间 加速 从这两边出来 就把我们的亚丹地貌 搞得非常的小 成那个微缩景观 微缩景观了 李一组说 托克逊地处天山南路 山体当中有很多风口 这些风口压缩了风的体积 增大了它的能量 大风让这里的风石作用 额外强大 因而也就有了摄制族 眼前这片亚丹地貌 托克逊所在的地理位置 就处于天山的几个风口当中 当地人所说 盘吉尔塔格的怪声 应该是风将地面上的沙力吹起 不断冲击摩擦着岩石发出的声响 不过李一组认为 虽然这里的风很大 但盘吉尔塔格魔鬼城 以山的形态屹立在割地上 岩石造型独特 不会仅仅是风的作用 很有可能是地质年代中 诸多自然因素的叠加所致 当地人说 在古时候 盘吉尔塔格是一个军事防御设施 那古人为何在一个 杳无人音的荒漠当中 去建设一个城堡呢 况且在沙漠荒漠上 生活驻军这周边 就必须要有能够 工人饮用的水源 可是考察组在盘吉尔塔格的四周 进行了仔细的搜寻 也没能够发现一丝水的痕迹 这不由得让考察组 感到有些疑惑 就在这个时候 向导告诉考察组 在托克逊县西部 一个叫阿拉沟的地方 有一座年代久远的实质建筑 很像是一座军事堡垒 那么这座建筑 会不会为考察组破解 魔鬼城之谜提供线索呢 汽车从克尔检镇 向西南方向行进 几十分钟后 到达了阿拉沟 只见 一座由石罐垒气而成的高大建筑 矗立在考察组面前 也许是因为年代久远 建筑物的外墙上 有些地方固定石罐的泥浆已经脱落了 通过观察 李一组为记者解释了这座建筑的功能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啊 它叫石垒 石垒呢又有风随 还有周边的一个城墙 这算在古代是一个大一些的 大的 那个丝绸丝壮的一个建筑了 建筑 这个既是古代啊 这屯兵的守望台 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驿站 李一组的介绍让记者感到有些疑惑 丝绸之路上供来往商旅休息的驿站有很多 为何阿拉沟的这所驿站还肩负着屯兵的功能呢 这是阿拉沟从这儿可以到南疆 从这个沟进去就可以到北疆 所以这种非常重要的一个哀口 李一组解释说 在古代 托克逊的阿拉沟是新疆地区重要的通渠之地 从阿拉沟出发 向西南方向行进 可以到达南疆 向西北出发 能够通往北疆 向东则直通吐鲁番的高昌古国 因此古时的托克逊 在军事战略和商贸交通上 属于重要地理位置 考察组注意到 在古时累的旁边有一片绿洲 李一组推测 这片绿洲很有可能 就是为当时的驻扎官兵 提供水源质地 这意味着 古人在托克逊建造军事堡垒时 考虑到了饮水的问题 而考察组在盘吉尔塔格的周边 没能发现任何水源 是否意味着这座形态 怪异的山体 并不是人工修建 而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呢 由于天色已晚 为了安全起见 考察组返回了现场 在一片空地上 记者看到 过往的人们纷纷拿着水瓶 在一个雷起的石台前住居 在这种干燥的地面 突然有一口井 让你捧一把水喝 就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了 在享受着幸福时刻的同时 记者也非常好奇 西北地区干旱缺水 这唾手可得的精裂肝泉 是从何而来的呢 这个井啊 是自流井 因为我们托克逊盆地 是零海拔 比较低 但周边呢 山上的血水很多 渗路到地下 承受的压力 在这儿就自喷了 当然你现在看不见自喷 为什么 保护水源 不污染 所以加上这么一个盖 李一组接下来告诉我们 托克逊地处天山当中 三面环山 其北面 紧挨天山东段 北支主峰 海拔高度 5445米的伯格达峰 托克逊的水源 主要依靠北部西部的 高山冰川溶水 每到春天冰雪融化的时期 大量冰川溶水 从山上奔腾而下 在地下 形成了丰厚的地下水资源 那么 托克逊魔鬼城的形成 会不会与当地的水文环境 有关呢 通过走访 考察组了解到 托克逊境内的白洋河 是为当地提供生活用水的主要河流 它流经 盘吉尔塔格魔鬼城所在的 科尔简镇 于是 考察组决定 对科尔简镇的水文状况 进行考察 汽车在经历了几十分钟的颠簸后 考察组又一次站在了戈壁滩上 只见 一条长长的河谷 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记者看到 谷底河水流经之处 草木繁盛 绿色的植被 与红色的崖壁交错 仿佛上天自语的一条彩色飘带 降临在荒滩上 李一组说 这里是红河谷 谷底就是白洋河 它发源于偏山深处 虽看着细作 然而 从河谷的深度及宽度分析 我们可以想象 它曾经的奔勇咆哮之势 来到谷底 考察组看到 白洋河水水面不宽 水深不过三四十厘米 夏季的吐鲁番 是著名的火粥 延延盛夏 潺潺的流水 似乎随时都有被蒸发掉的可能 让人意外的是 在一段河水流速缓慢处 沉积着细细的泥沙 上面长满了 几乎和河水厚度一致的水草 颜色黄绿胶痴 并不鲜亮 记者猜想 这很可能是水草随着水量的变化 生生死死 反复生长的结果 然而 就是在这样一片生死随天的环境 还隐藏着其他的生灵 随着摄像师手指的方向望去 记者看到 在黄绿色的水草当中 小蝌蚪们正在努力地生长四肢 甩掉尾巴 尽管随着温度的增高 他们随时可能会因为河水断流 干涸而丧失生命 但这些小精灵 依然在积极尝试着 开始生命旅程 四十多摄氏度的荒滩上 细弱的白羊河 无名的水草 雷弱的水生幼体 向考察组诠释着 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 在对周边情况进行考察后 考察组重返潘基尔塔格 根据之前搜集的线索和证据 李一组认为 外力作用是托克逊魔鬼城 形成的重要因素 形成的原因 比方日日照 太阳晒 把岩石晒热了 热量穿到里头去 晚上温度降低 里头还热 热胀冷缩 所以我们看到一层层剥皮 考察组看到 山上的绝大多数岩石 表面疏松 层里构造明显 用手稍加触碰 就会脱落 李一组说 托克逊夏季温度 高达40多摄氏度 冬季低至零下20摄氏度 夏季的烈日 冬季的冰雪 都对岩石表面的缝隙 进行风化作用 假如冬天的化学水进去以后 一结冰 膨胀系数十倍 当然这就下来了 李老师说 虽然外力作用 是地貌形成的重要因素 但是一般情况下 内力作用是地貌形成的主因 他推测 盘吉尔塔格 岩石造型多变 应该和山体丰富的岩性有关 在仔细查看了周边环境后 李一组对山上的岩石属性 做出了初步判断 三亿年前 石碳季的时候 是一块盘古大陆 那个时候 这个大陆周边都是海洋 大陆下的岁屑在海洋沉积 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 这样的刷眼 随后 李老师又在盘吉尔塔格 找到了火山岩 火山碎血岩 但是它又是沉寂的 火山喷发的时候灰和那碎消 然后落到地下沉寂起来 经过考察 李一组发现 火山岩正是这里岩石多孔洞的原因 在喷发的时候有些气孔 空气在这个火山岩里头 那空气一喷发出来就跑出去了 因此留了一个个小洞 也可能这洞里呢 过去充填过其他的碳酸钙等这些物质 那分化了就留下这一个个小洞 那这个窗山的这个窗户 其实应该是跟这个 火山 有很大的关系 李一组继续解释说 其他地区魔鬼城的岩石 大都是胡相沉寂岩 而考察组在盘吉尔塔格发现的火山岩 不仅解开了岩石上孔洞形成的秘密 也解释了托克逊魔鬼城的外形 与众不同的阴有 原来两亿多年前 天山火山活动频繁强烈 因此各种类型的火城岩 在盘吉尔塔格广泛分布 经历多次构造运动后 最终 这片区域随天山隆起 出路地表 之后 黄蜂的吹石 冰雪的风化 以及河水的雕琢 让盘吉尔塔格以千姿百态的面孔 展现在世人面前 山沟 还有咱们峡谷 这都是水形成的 外头的河床 宽阔的河床 这都是流水地质作用 形成的 在考察即将结束的时候 记者站在荒芜的盘吉尔塔格 听地质专家 讲述亿万年来 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火山爆发 河流奔涌 以及水滴石川 对地貌的改变和刻画 想象着曾经的绿草苍芒 及丝绸之路的繁华 这让记者仿佛是在翻阅一本教科书 字句间 不仅有地质演变的信息 还有人类历史的足迹 地壳台声 让托克逊这片土地雪风淋漓 融化的雪水一路荒割 成为了季节性河流 孕育出了湿地 于是茫茫的戈壁滩 有了游牧民族的生活足迹 有了西域古国曾经的辉煌 同时也雕刻出壮丽的河谷 丘陵等地质景观 然而河流的断流 地下水的减少 让昔日的文明消亡 让孱弱的河水中的右脚生灵 随时可能停下生命的脚步 这一切似乎都在告诉我们 大自然是所有生物赖以生存的载体 但作为自然之子万物之灵 人类不能是仅仅利用自然的工具价值 还要敬畏自然的内在价值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见 再见